那到底秋节之后能不能够增量 这个是首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不过低量盘刚刚也提到了一些操作策略 回到时间续来看 9月底当就是关注投信作账 所以我们发现说其实在廉价以前有一些投信 刚买的这种镇氧的标的 有一点点这种蠢蠢欲动的味道 所以今天敏仙大哥帮大家来看 外资包括投信在GD他们做什么动作 对刚刚有特别提到 外资这个地方就是从8月 要是从8月底开始回补 这一波的回补的话 大概是回来买超差不多1400多亿 这1400多亿的话其实已经回补了 就是说他先前卖超的应该也是超过四分之一 接近三分之一的一个水位 因为先前外资他卖到最多的时候 事实上是卖超全年卖到5100亿 5200亿 所以他这波的一个回补潮的话 事实上是蛮可以值得去期待的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 就是说最近一个月的话 其实外资他最近买什么股票 我大概统计了就是说最近20天 20个交易日以来的一个外资买到前10大 那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外资他大概买的股票大致上是集中在半导体的上游 然后还有金融股跟传产股也都是有买的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超买超的前10大亿当中 第一名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这个金额大概就买了400多亿 427亿 那么第二名的话是联发科 那第三名是联电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 外资回头买超的这个金额1400亿当中的话 其实将近有差不多有一半的就买在三浪股票 大型的全职股 这三浪股票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龙头股 台积电跟联电 那即便就是说最近股票有一些回档修正 其实你还是发现台积电跟联电 他们的股价事实上还是撑在这个月线之上 那当然联发科会稍微比较疲弱一点 联发科当然之前外资的话有谈到就是说 台积电的涨价可能会影响到联发科的毛利 那这个地方的话当然 联发科的股价都始终差不多在900块 900块的一个附近 不过最近慢慢的也上去了 所以外资跟这个法人有慢慢来做一些回补 那么再往下看可以看到 外资这一波回补也回补了中刚 因为中刚在最近的一些盘价 还有营收的一个方面的话 是往上来做个成长 所以外资的这个地方也开始能去买中刚 那中刚的话当然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 股价慢慢的往上 那另外就是说也有国泰金 国泰金国泰金和富邦金 其实在最近的一个金融股的一个当中 它表演的非常重要的领头的角色 那由于他们先前领头大涨一波 其实也顺利的把台股呢 一口气就是往上带到这个1万7500点 1万7600点这个附近 所以除了这个金融双融之外的话 其实这个金融股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工程 那当然再往下看6到10 你可以看到外资也慢慢的来去买这一个 阳明中华电影 阳华中信金跟台语 当然外资买阳明的话 其实有一部分 这边还是必须要说一下 有一部分的外资 其实它是属于比较内资型的外资 所谓内资型的外资 它代表就是说它是假外资 它不是真正的外资 那而且这种假外资的话 它操作手法会比较短 就是先前在航运类股 这个地方的话短进短出 每一天可以进出个1000亿 1000亿的这样的外资 那事实上的话 比较不是我们所要参考这些外资 那当然外资的话 它有一些股票 它可以布局在这个中华电 中华电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进隔工退科手的 这些相关的一个防御性的类股 这个也可以看得到 那另外的话 中信金也是 中信金的话 其实在外资先前 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未来如果 今年我们讨论是讨论 这个缩表的议题 那到了明年的话 开始会讨论 升息的议题 那一旦讨论升息议题 代表就是说 全球开始进入升息循环 那么对于就是说 金融股就会有一些想象的空间 那特别是以银行为本体的金融股 这边的一个 这边的一个题材 也是相当的长 那包含就是中信金 甚至像这个兆凤金 和护金他们都是在今年的获利都相当不错的 而且这个未来的 也渴望受惠于这个升息的题材 现在的题材的话 大致上就是说 慢慢走 走的比较长远的题材的话 事实上会让整个股价 会走的比较 比较久一点 那当然就是说 他们的业绩可能不会一下子大好 可是他们的一个 整个营运在成长向上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其实会让整个股价也会跟着往上走 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比较不会像我们在上半年看到的 原物料类股也出现一个大涨大点 这个反而是现在资金比较愿意去看到的 那当然就是说 可以看到就是说外资也有买超台泥 台泥的话也是在经过一段时间整理之后 股价也是从低档这个地方 慢慢的受到外资的一个青睐 慢慢的一个上去 那这边呢是外资的买超的前十大 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到就是说 大部分的资金都集中在这个电子股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重要的法案就是投信 投信的话 其实它在这个同样的过去的20个交易日以来 8月18号到9月14号 他们买超的前十大 那第一名的话是台积电 一样台积电第二名是联电 所以金元商雄事实上是一个 要跟上指数蛮重要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全值股跟成分股 所以这个地方投信也买超 那么买超第三名呢是景硕 景硕的话当然也是ABF三雄 ABF三雄的话也算是近期的一些 蛮重要的一个族群 因为他们的股价事实上 在整个族群当中 电子股的族群当中 它算是偏强的 而且都还是有继续在高档整理的一个力道 那么当然可以看到就是说 投信它也是买超一些IP系制裁的相关个股 像包含创意 创意也买了十几亿 那么还有这个世新KY 那么这边世新KY跟这个创意的话 当然还有一些个股 这个IE设计的个股的话 其实它整个还是绑在这个半导体的一个上游 只是说投信呢 他们在看半导体上游的话 当然是属于 就是会比较着重在聚焦在股本相对比较小 而且买蛮多高价股 对 因为高价股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翔硕 像翔硕的话 其实它本身是2000块的高价股 那这边的USB的这个4.0的一个设计 那IE设计的话 这个地方也是成为明年的一个 蛮重要的传输的一个新亮点 那还有就是说 这些个股的话 实际上它因为股本小 所以投信呢 其实买起来的话 其实大部分有些个股都可以接近韧养的程度 像这一个世新KY 然后还有这个翔硕 这个都是投信它买超的一个%数比重 实际上都蛮高的 有的可以上5%或者是8% 甚至还有一些个股 事实上可以认养到 占公司股本的10% 这样的一个相当大的比重的话 事实上都可以去 就相当于就是说 在公司里面拥有这一个 一两期董事席位的这样的影响力 那当然可以看到就是说 投信呢 那还是有在持续的买一些这一个半导体的上游 比如说像这一个环球晶 像还是具有涨量提早环球晶 还有像普瑞KY这些都是 那当然比较少见的就是说 居然在买A党这就是传产股 唯一的A党传产股就是中钢 所以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 下跌的一个末期 到回升的过程当中的话 你会发现这些法人的话 事实上他觉得在沿途 就一直在聚焦他的能量 他的基金能量去买这些个股 那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这个中央节过后的话 可以继续看看这些个股 他们的发挥的力道 好而在秋节之前 我们看到鸿海集团股价 也有一些些的蠢蠢欲动 那原本预计在10月18号 才要公开的首款电动车 居然被网友意外拍到强行曝光 两三名工作人员围绕在 一台黑色新车旁 镜头拉近仔细看 车牌logo的地方 清除写上Foxtron 也就是鸿海玉龙合作成立的 电动车品牌 红华先进 两张新车外形照片 在PTT上抢先曝光 意外让这款原本要在10月18号 鸿海科技日登场的MHD 第一代电动车提前亮相 鸿海这次曝光的电动车外形 其实跟我们的一般四门房车相当类似 车型同样是采取流线型的曲线 不过车头的设计倒是十分特别 上原将采取贯穿式的灯条设计 造型十分前卫 电动车外形遭爆料 鸿海也回应 很遗憾运送的过程中意外曝光 让外界后续拭目以待 间接证实这就是初步的外观 网友们则纷纷留言 外形更潮看起来更帅 同时喊话希望价格要实在 但也有车迷指出 车头设计似乎和中国的小鹏G3撞造型 鸿海的电动车的设计师 本来就是拿自己的设计师嘛 所以当然会有一个比较雷同的设计理念 现在看到这个头灯是一条线的设计 基本上跟现行主流产品的一个 美学设计其实是差不多的 它现行很快的借由原本的平台 将他们的技术 马上打造出一台乘车 证明MIH平台的技术 是可以让车厂所信任 知名汽车达人谢腾辉也表示 这次MIH电动车的乘车表现 宣逝性的异味浓厚 证明自家的平台概念可行 正式加入全球电动车产业的赛局 同一时间 鸿海最新也宣布 和泰国国家石油公司 正式签约成立合资公司 将在泰国打造电动车的 垂直整合生产据点 达到年产能5万辆的目标 未来更扩展到每年15万辆的产能 不论是国内的新车设计 还是海外产能的布局 可见鸿海自电动车的版图野心是越扩越大 记者林威星林家宏 台北采访报道